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二十至二十二节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清心讨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顺德 仁爱 和平 经文读笔 今天讯息的主题是 变态转性 有请陈飞文牧师 好 新旧一年 大家一开始就一定是说这句说话 新年快乐 是吧 祝大家灵命步步高 请大家和你身边的人来给此祝福 可以说新年快乐 耶稣爱你 和你身边的人来祝福 好 通常到新年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问你属什么的 那你属什么的 你属什么的 你会怎么回答他 如果来恩典堂内的就会回答了 通常的答法是这样的 我的生肖是什么 不如你问我属什么 我属神的 我不属于畜生 其他那些东西 我属神的 每一年的时候 通常在年尾年头的时候 你属什么的时候 你今年的运程 又或者你的榴莲 应该要做些什么的 是不是 有没有看通性的 没有 为你感恩 有没有看星座的 也没有 为你感恩 那些东西不要碰他 有机会你也说一下 碰一下 他也很糟糕的 那个问题就是 世人去属什么的生肖的时候 他有他的榴莲 你属神的时候 你今年会做些什么的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件事 你属神的时候 你今年会做些什么 都有的 那些人一听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用耳朵 不用眼看 你就会说 大年初一说变态 又说转性 很大件事 搞什么 你一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你就会说 哦 我明白了 今天的经文一开始 人弱自杰 即时就明白了 是不是 变态转性 人弱自杰 牧师 你真是玩东西 为什么不用人弱自杰 你要用变态转性 两者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你听下去 人弱自杰 就是一个邀请 去让你知道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是怎么样 变态转性就不同了 圣结的性 态度的态 转变 以至于 你成为圣结 就是一个行动 所以不是一个邀请 不是让你知道 究竟如果这样做的时候 会是怎么样 而是实际上 我们需要怎么做 你可能说 这段经文不是上两个星期 已经讲过了吗 上次也讲了两节 今次再加一节 我的问题是 上一次听完之后 你有没有什么改变 听完道之后 有没有改变 没有的时候 就很大件事了 听了等于没有听 知道多些又如何 所以知道人弱自杰 接着 我们说神会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今天比较多来看 就是 当神来说到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们又应该怎么样 又或者 我们可以怎么样 来反应呢 再一次来说 就是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成为数量领袖 一般来说 就是透过什么 透过我们的能力 透过我们的位置 人家请你坐哪个位 你可能就是领袖了 另外有一些 我们说 我们用生命去感染别人 透过这样来 来影响别人的时候 我们因为有感染力 我们成为一个领袖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 大家要小心 坏东西都可以影响别人 所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时候 我们要很小心 究竟我们影响别人的是什么 做了基督徒就知道了 基督徒是特别触目的 因为你一说你是基督徒 那些人就看得到你很重要 啊 你是这样的 因为假设基督徒 应该有好的见证 不好的时候 其实杀伤力是很大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要很小心 我们觉得 我们没有这样的位置 没有什么能力 但是我们没有考虑过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的 我们的生命都是影响人的 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影响人 我们可能是坏的 来影响别人 于是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在影响别人 这个问题是一个正向 还是一个负向的影响 于是当我们来看这个领袖训练的时候 不要只是觉得 我未够班 不是啊 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在影响别人 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生命 是用一个什么的向导 来影响别人呢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来去问的 如果不是的时候 我们太看清了我们自己有的生命 我们太看清了我们背着基督徒的名字 可能会说 那我就不告诉别人 那我就不告诉别人 我是基督徒 那就不行了 是不是 你不在别人面前认我的时候 圣经很清晰地说 主耶稣说 将来我都不在天父面前来我认你 哇 很大件事 所以今天当我们选择了我们来到属神的时候 生肖你不能选择 出世就是那个 但是属神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当我们说我们来到属神的时候 我们来到的日子 我们应该如何呢 我们的态度要来到如何转变 以后我们能够成为圣结呢 有些人就跟我说 我说了两次 接着他说 说是这么说 因为你是说人人都可以 就是实际不一定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这个题目不关我事 因为要有潜质 要有那些人才是 我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不关我事 是不是 那跟大家去看另一段经文 我们今年的一共有三段的主题经文 如果你不知道的时候 每次回来 你都可以看一看 那个横页 那你就看到主题经文有三段 这是其中一段的经文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教读那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我们一般来说 这段经文很简单 就是说一个领袖要救肥 FAT 救肥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要中心的 并且要怎么样呢 他是要有时间的 因为你要去教其他人 是不是 你要有时间来做这样的 并且要怎么样呢 你要教到那些 可以教到别人的人 那你自己要先受教才行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懂教人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学怎么样去教其他人 学的过程 我们都要来改变的 所以你要别人受教 要自己先来受教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说 这段经文特别来说给我们 就是做一个领袖 是必须要救肥 Faithful available teachable 更加多的人一说 一看这段经文 就证明我不行 是不是 我这么忙 就不行 是不是 他不敢说自己不够忠心 又不敢说自己不受教 通常都说很忙 不够时间 但是我想跟大家来看 另一件事 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想问 这段经文一共有多少代人在里面 有多少代人在里面 就是层次里面 有多少层 大部分都是说三代 这里是四代 这里一共有四代人 哪四代 第一个 那个我 是说保洛 他自己做师傅 然后说你 你是哪个 是说提摩太 他的学生 又或者是新的领袖 然后要教导别人的人 可以教导别人的人 所以是说他要找那个有潜质的建策 去培训他 还有教导别人的人 那群人 那群人呢 在里面 因为他要在那群人里面去找 所以是四代人 一个有四代人 我想问 这四代人里面 有多少代是领袖 有多少代是领袖 有三代人都是领袖 保罗自己是领袖 提摩太是领袖 他找的建策 都是成为领袖 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 说整个群众里面 本身是有四个批字 或者四个层次的人 有谁知道自己在哪里 全部都是从会众那里开始的 在会众里面 你去选一些有潜质的 培训他 之后慢慢 他就一直去上 保罗自己开始的时候 都是在群众里面的 接受训练 一直一直去上 没有人是一开始 天生就是领袖的 全部都是经过过程 所以当今天 你说不关我事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 我们都是在整个群众里面 在整个会众里面 究竟哪一个最终会成为领袖呢 就是在于我们的反应 那个FAT 不是一下就到的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凡愿意的人 接受训练的人 就是很多年前 十多年前 我们经常说 声哩声哩 声哩腹 是我们接受培训 我们就有这样的机会在那裡 所以今天 当我们来说领袖训练的时候 当然 神自己的工作 但是我们的回应也很重要的 我们的回应也很重要的 当我们没有回应的时候 那样东西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当我们有回应 有反应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开始来改变 于是我们就会来问 我们的生命如何来改变呢 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神的工作不是一时间就来完成 是一个过程 神来到模造我们 是需要时间 同样地 我们成长 从会众的层次一路上去 可能你想象的领袖是保罗的层次 但原来里面还有不同的层次在那裡 我们是一路向前走 生命来到被建立 上一次和大家来看经文的时候 特别来说到就是 当我们要来成为领袖 给神来使用在一些有价值的事上面的时候 有四样的事很重要 我们要来认识到那些条件 那些的需要 首先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 其次我们自己要愿意来成为圣结 今天主要就是来说这个 接着神有其他的工作 祂将我们来分别为圣 以至我们能够被祂使用 神也来去模造我们 以至我们能够在有价值的事里面有份 这几个就是那段经文 原本写的意思 是这样的解法 于是乎我们就来问 那我们的回应 我们要来自结 那究竟做的时候会是怎样呢 有没有来追求这件事呢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不是朝着圣结这件事 来到人弱自结 是很清晰的来说 人弱自结 就是很简单 你愿意才可以 是不是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来到问 圣经里面说人弱自结 那你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呢 你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呢 当你连愿意都没有的时候 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成为 一个圣结的人 要有这样的质素 以至能够成为领袖的时候 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 你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呢 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我就很清晰的来知道 我们每一次来听到 或者我们跟人聊天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都说 我愿意的 我愿意的 但为什么有愿意 没有开始的 个个都想减肥的 个个都想健康的 谁人都知道吃好些 现在贵些 难吃好些 但个个都知道要做运动 早点睡的 那有没有做呢 我们都知道的 知道却是没有做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最近去年的时候有个经历 今天主要是透过经历的时候 其实生活里面我们 是很多机会有熟来的功课的 不过问题我们有没有留意 最近有个经历是这样的 去年的时候就去了美国 去了夏威夷 去参加儿生女儿的一个婚礼 参加完婚礼之后 就留下玩几天 难得去到夏威夷 就来休息 在里面就想 做些什么好呢 于是其中想的一件事就是 要玩水上的东西 去滑浪 不过很可惜 那些报名的班都没有 水上玩不到 玩水底 于是就去玩潜水 那 也挺有趣的 一抹起那个潜水桶的时候 那个水肺 我就发觉 很重 第一个的感觉就是 一点都不用怕潜不到水 我怕浮不上来而已 因为很重 然后背着呢 就走到水那里 走到水那里就好一点了 因为有浮力的 对不对 相对的比较轻松一点 然后呢 那个教练就来说 好了 我们现在要来到去 介绍一下一些器材 第一 大家先把那个潜水镜 带了它先 然后就带了那个尾镜 它的尾镜 一盖 除了盖眼之余 就连鼻也盖了 那很明显 就开始要熟悉 就是用口来吐气 就不用鼻来吐气 那对我来说 就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就是以前 哎呀 就是唱个尸斑 对不对 如果你唱尸斑的时候 你就知道 当我们唱歌的时候 就不是用鼻去吐气 我们很多时候 因为要快 那我们就用口来吐气 那我就懒专业地去问那个座教 就是 当我们来到吐气的时候 究竟要用腹式 还是用空式呢 即是吸了气 究竟在肺那里 还是在肚子那里 那他想了一会 他跟着看着我 他就回答我 他说 其实呢 用空式或者複式 即是我们讲的英文 用空式或者複式 都没有问题 最重要是你吐气 这些对话全部都很重要 对不对 就是我们看着长片 那都很重要 那我觉得他答得很好 因为最重要是吐气 那接着呢 就是他一直去介绍 整个过程 就是要做些什么 一会会怎么样 那说完之后 其实都用了几分钟 其实呢 那个过程里面 就是让大家来熟悉 就是要用口吐气 不用鼻吐气 因为带着了 没有脱脱 所以全部人呢 都来到练习了 接着就说 好 我们现在试下来做 接着就带着那个 就是 不是潜下去 弯腰地落到水那里 他说试一下这样 一开始潜下去 很大件事 我发觉呢 一弯低身 潜下去的时候 两样很奇妙的事情 发生了 第一样呢 发觉水底沿很接近的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明白 因为水好像放大镜 第二呢 因为我的眼睛和地 本身的距离都不是很远 所以突然间很接近的 第二样很奇怪的事情 发生 我发觉呢 我吐了几口气之后 我吐不了气 我完全吐不了气 然后有什么反应 那当然是站起身 站起身之后呢 他就说 啊 这么奇怪的 可能还没准备好 于是再来 第二次又再弯身 吐了两口之后 我发觉我 还是吐不了气 接着怎么样 他就站起身 如果给你 你会做什么 你会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反应 没有什么人有说的 为什么 这次没有摸到答案 你当然是说祈祷了 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回答的 是不是 我都跟着了 我都祈祷 但是祈祷的过程里面 我都说 我开始怀疑 我不是怀疑人生 我开始怀疑 我是不是有幽闭恐惧症 因为很近 突然潜了下水那里 是不是这样呢 于是祈祷 祈祷 应该平静一点 慢慢呼吸 应该是OK的 因为试了氧气筒 又有氧气筒 再下去 第三次下去 你会发生什么事 都是吐不了气 接着就站起身 然后所有人都都 弯下了 于是座教来我旁边 他看我发生什么事 我说我吐不了气 他说 为什么 说简单的事 然后我跟他说 我想我要放弃了 他跟着我说 不是啊 你OK 你好好啊 你的表现 我心想你怎么知道 如果我很好 我应该在水底 我站在那里 我怀疑 我想 他一方面鼓励我 第二 他很怕我要退钱 但是我心里面 我跟他想 是我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叫退钱 但是他就说 你OK的 但是我就跟他说 不行啊 真的不行啊 因为我很害怕 我吐不了气 我的恐惧令到 我一潜下去的时候 我吐不了气 接着我就说 我真的要放弃了 我真的要放弃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让我看见一件事 很重要的是 原来恐惧令到我自肺武功 因为刚才 没下水的时候 我都是用口吐气 氧气筒有气 因为放水的时候 我意思就是 把嘴放到水里 看着它 所以是完全有氧气 在里面 我也完全可以用口吐气 但是我一开始下去的时候 我便不行了 一发现一件事 原来恐惧令到我 原本做到的事情 即是做不到 很多人 嘗嘗叫你上台唱歌 在下面唱歌 便没有走音 一上来一开麦 就即時走音了 為甚麼呢? 因為恐懼 其實恐懼是一個自然的反應 是一種情緒 它來幫助我們有些反應 讓我們知道有事發生了 恐懼是神給我們一個禮物 以致我們可以來選擇我們怎樣 負面的反應就是要退縮 就是讓我們放棄 正面的就是來改善 因為我怕我會做一些預備的 所以在現實生活裏面 其實我們不需要來避免自己有恐懼 因為恐懼本身是神送給我們的禮物 告訴我們要注意一些東西 問題是當我們面對恐懼的時候 我們有選擇一個甚麼的反應呢? 聖經理由提醒我們不要來驚慌害怕 我們要怎樣呢? 剛強壯膽 不是叫我們膽粗粗掛勇字衝出去 背後的意思是說我們要轉向神 我們要轉向神 我們要轉向神 當然剛才我都說過祈禱 祈禱之後 都是要上來 我都要放棄 待會後面會繼續說 所以面對恐懼 我們需要來以靠神學習 當我來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發覺就是 為甚麼有這麼多人 他們不願意去避免用呢? 可能我們心裏都有很多恐懼 我們其中的恐懼是甚麼? 我不是金 我不是銀 我只是木 我只是雅 甚至乎可能連木雅都不如 很多人覺得我們自身的條件很不足 於是乎我們就不能夠給神 因為我們很害怕 我這麼差 我的條件不行 怎麼可以呢? 但是聖經很清晰的理由提醒我們 神利是無助我們 神預備我們 所以無論我們本身是怎樣 上一次說過 當我們給神用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變的 我們不會由木雅變成金銀 我們的用途卻是改變了 不是做一些悲賤羞恥的事 卻是能夠做貴仲的作用 所以我們的出身 我們的條件 不是應該叫我們害怕的一件事 不應該害怕的 我們應該要相信他們的神 有些人他們很害怕環境 做領袖很難的 很多人對著我 看著我會挑剔的 為甚麼不說很多人會讚賞我們? 其實我們會眾也有這樣的責任 為甚麼那麼多人怕做領袖呢? 原來我們會眾做得很差 我們專門挑剔那些人 剛才說的 從會眾到建習到學生到師父 是一段過程的 他都未開始你已經挑剔他 他怎可能成為一個領袖呢? 所以領袖訓練不只是給領袖 我們跟著人的人都要很小心 我們怎樣來扶持關心我們的領袖呢? 很多的牧者、很多的組長 他們覺得很孤單 為甚麼? 因為會眾只坐在那裡看他們的觀眾 做了評判 不是一起來支持 我們要彼此的來幫助 我們的領袖需要我們一起來建立 所以領袖訓練 不只是說師父怎樣對著我們那個學生 或者對著那個建習 群眾在裡面都很重要的 我們的反應究竟是怎樣呢? 環境是很難的 不過聖經告訴我們是神選擇我們的 你要相信神的選擇 相信神的選擇 所以我們不應該擔心自己的條件不夠 我們也不應該擔心那個環境 因為我們需要來相信神 換句話說 我們看少一點我們自己 不是看少我們自己 看少一點我們自己 多一點來到要望神 因為當我們經常看自己的時候 不是自卑就自大了 這是一個危險 但是多一點來到要望神 神自己帶領的時候 就很不同了 我記得2012年的時候 我們前一任的主任牧師 而牧師那時候說 我要退休了 但是教會已經說了兩、三年了 還未請到主任牧師 當時就說 牧師真的一定要退休怎麼辦 沒有辦法的時候 就在當時的牧者裡面 就選了一個出來 先做個團隊 先做過渡 最後就說 你來吧 即是我 你來吧 因為以前在教會的時間比較長一些 以及在行政上你比較熟悉一些 那你先來做過渡 直至我們請到主任牧師為止 我說可以吧 過渡而已 過渡是很簡單的 是吧 因為只做了一會 但是當你做過渡的時候 接著就過不到的 什麼意思 開始很多人就會說 齊牧師 既然過渡 不如你做主任牧師 不用過渡 如果教會請不到的時候 那是完全不同的事 其實我真的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 就是負責一個堂 和負責全教會是不同的 我就說 你不要搞這些東西 就是我不行的 我不行的 我不會做這些東西 所以播渡是OK的 正式不行 幾個月之後 有機會跟葉牧師聊天 葉牧師也說 其實你都應該自己要考慮一下這件事 就是你不是想你自己行不行 你要想一下神覺得怎樣才行 所以不是你看你自己的條件 你行不行 都要問一下上帝是怎樣的 噢噢噢 順服教會都要來問神的心意 然後過了幾個月之後 終於放假 禁食祈禱 過程中 神都偷過一些異仗異夢 來對他說話 神第一樣處理的就是我的恐懼 神很清晰地說你很害怕 我說是呀我真的很害怕 但祂說你不用害怕 因為我選你 所以說怕什麼 然後神第二樣處理就是 你將來走這條主任目色的路 很難的 很多困難的 阿婆不用害怕 我一定會找人幫你 那我問既然神有這樣的應許 OK 好的 這個是神說的 很快去吧 然後跟教會 那我報名申請 結果如何你當然知道 否則現在不會在這裏 不過那時候我都跟大家說 我申請主義牧師 你們否決也不要緊 因為我不會離開教會 不升職 不等於會被解僱他 就停在原本的位置 所以很輕鬆 但是最後做了 十年過去了 其實這十年裏面 我坦白說 我比以前做 純粹只是粵語堂更加輕鬆 你可能不太相信這件事 是真的 所謂更加輕鬆的意思 你不是說做的事少了 其實做的事一定多了 面對的困難一定多了 不過我每次面對困難的時候 我很興奮的 不是Hyper那一種 為甚麼很興奮呢 因為我每次面對困難的時候 我就說 上帝你答應過 一定有人幫忙的 所以每次面對問題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跟上帝說 我第一時間一隻眼睛就看 這次你又派誰來呢 因為你應許的 有困難你一定會為我預備幫忙的 所以我每一次 面對困難的時候 都是用一個期盼的眼光 因為說明一定有困難的 我已經自知自己 一定沒有這樣的能力去面對每一件事 所以每一次面對困難的時候 找到神節的應許 你說過有人幫忙 所以過去十年 坦白說是做得很輕鬆的 因為每一次是真是神自己的信實 神自己的信實 每一次都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 不是一個 不是一次 是每一次 都有人來幫忙 是很奇妙的 很奇妙的 不是望自己 是仰望神 今天很多的人 可能有恐懼 你有沒有恐懼呢 你恐懼是甚麼呢 當你看自己 看環境 你很難來到 你會過到這些 但恐懼是神給我們禮物 不要做退縮的 我們要正向 學習就依靠神 情況很不同 當我把氧氣筒放在岸上的時候 我跟著去想 不是很划算 給了百多元 十分鐘就完了 於是坐下不夠兩分鐘 我跟著又走回去 我拿個潛水鏡 因為要用一下器材 給了這麼多錢 百多元利金 潛不到到水底浮潛 是吧 一邊游水一邊看水底也好 看看風景看看沙也好 於是就帶著潛水鏡來游 游了一會兒 跟著又另一件很奇妙的 就是無論如何都好 平時游泳也沒有這樣的情況 游幾步之後又沒有氣 又沒有氣 唯有游瓦式 游瓦式上來就吸含氣 然後下去看風景 看看沙、背殼 但發現游幾下都不行 於是就告訴自己一件事 原來不做運動 都是自費武功的 因為以前游到的 以前是沒事的 整個直堂都這樣游 現在游幾步都游不到 然後我們明白一個道理 就是 除了運動之外要鍛鍊 因為不鍛鍊的時候 是很難升級的 沒有人一下子就 你猜真的看電視劇的武俠小說 坐在那裡 一聽就跟著 乾坤大萊兒 第幾層第幾層 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一定要練的 拆馬不知要拆多少年才找到的 這個現實是這樣的 要鍛鍊的 於是乎 我們就要問 宿靈裡面我們有沒有呢 神來都說 見著我們的生命是需要時間 我們練的時候是怎樣呢 我記得有一段經文來講 他說 操練身體益處還小 唯獨敬虔 凡事都有益處 有沒有這樣的人 有的時候我想認識你 請你把你現在有的東西給我 因為你打算你死的時候才發財 是不是 沒有這樣的人的 你是想現在就好 所以我告訴你 原來信耶穌現在就開始好 不要等死的時候才相信 不要等將來才相信 生活裡面我們有很多的恐懼 但是神說 你轉向我 我現在就來幫助你 為什麼要等將來呢 為什麼要自己去找呢 原來神這麼好 對我們這麼好的時候 為什麼要等死才相信呢 現在可以開始了 但是聖經提到我們一樣東西 操練身體 我們全人都懂的 是不是 一天就健康的 不會的 要改變習慣 做運動 要鍛鍊的 同樣地 在這裡來講 對比是身體和敬虔 在講健康和敬虔 信仰的生活 聖結的生活 是需要操練的 很多人有一種誤解以為 就是我立志 我即時 因為我信耶穌成為聖結 是即時發生 神稱我們為聖 稱我們為義 不代表我們能夠活出 那一個的生活 是需要鍛鍊的 我們有沒有來去鍛鍊呢 當我們來到學務 我們希望來去聖結 來去成長成性的時候 我們實際生活裡面 有沒有來去操練呢 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上很多的課 我們學很多的技巧 有沒有不斷地來去用呢 我在教會這麼多年裡面 教過很多不同的班 教過很多不同的技巧 現在你還有沒有用過這些技巧呢 那些技巧不是我用來教給你看 以至你知道原來陳牧師懂這些東西 讓你去看看 原來聖經可以這樣看的 原來其他可以用這樣的方法的 原來侍奉可以這樣的 不是讓你觀賞的 是讓你學了之後 開始你自己要操練的 你有沒有練呢 為什麼有些人有成長有些人沒有呢 可能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我們有沒有來去操練呢 你有沒有來去操練呢 如果沒有操練的時候 那就不要說 為什麼他得到我不行呢 是因為我們連試都可能沒有試 你可能說不是我上課的時候有試 那上完課之後呢 上課的時候只有幾個月而已 還要可能臨上課的時候 之前那晚才開始做功課 你都不給心機去做 那怎能夠寄望有一個好的成績呢 操練 運動員不會每次賽跑之前那晚才下去 下去跑幾個圈 翌日就去跑 沒有這樣的事情的 他是每一天都來操練的 他才能夠去跑 農夫不是等收割那一天之前 才來到去做那些耕種上面的事 他是由開季的第一天開始 每一天都艱辛地來耕種那個田地 才能夠有收成的 所以上一次張牧師來提我們就是 我們走這條路好像農夫 好像士兵各方面 好像運動員那樣的時候 不單止目標 不單止知道自己做什麼 有沒有每一天來做 我們下一季的主要學 先講了 我們會特別講恩賜 我們每一天都有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恩賜呢 怎樣來用呢 恩賜不是用來儲存的 不是放在銀行那裡 哇 多好啊 我的屬齡銀行 有多少恩賜 用來用的 用來用的 神給我們每一個有恩賜 用來用的 所以我們今年的 去到主要學 講恩賜的時候 我們不單止知道那些恩賜是怎樣的 我們今年特別來講 我們怎樣來用我們的恩賜 而是領袖訓練不是用來知 而是用來用 我記得有另一段經文是這樣的 這段經文你不會陌生的了 在前書裡面來講 我們沒有要謹守警醒 剛才來講敬虔 因為你們是仇敵魔鬼如同 敲轎的 敲轎的獅子遍地遊行 尋找可吞吃的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來看一些動物片 生物片 自然片 有沒有看過獵食 當這些獅子、老虎、狼、狼、野狗 來追捕獵物的時候 他最後來咬死那個 或者追到那個 通常是哪一隻 通常是兩類的 第一類就是很弱的那一隻 他一埋位就是 盯著最小的最弱的那一隻 是不是 第二樣就是跑到最後的那一隻 是不是 跑到最後的那一隻 你有時候覺得那一隻是最弱的 不一定的 可能跑得慢的 慢不一定是弱的 肥絲、大隻也可以跑得慢的 是不是 我就會說落單的那一個 不是落柯打的 只剩下最後一個 為什麼孤單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通常跌低的是什麼 因為沒有人扶 落單、孤單的人 是最弱的 是很弱的 今天有什麼人在落單呢 有什麼人只有他自己一個呢 回來的弟兄姊妹 我們會看到什麼人在 網上的有多少是孤單的呢 沒有人會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 所以他鼓勵在網上的 可以的時候都回來 不要讓自己落單 不要讓自己孤獨 因為孤獨是很危險的 每一年很多人都來到 去有一些的 就是我們叫做志向一些計劃 包括怎樣?做運動 是不是?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的 但是有多少個會成功的呢? 通常有人一起去做的呢 他就相對地能夠持久一些的 只有自己一個呢 是非常有紀律的人、自力的人 才可以堅持的 但是當我們有人一起去做的時候 我們多數都能夠可以耐久一些的 所以有人同行是很重要的 同樣地當我們說操練我們的屬靈裡面的時候 有沒有人跟你一起去走呢? 如果只有你自己一個的時候 就很糟糕的 但是聖經裡有提醒我們 在大會人家裡面有金、銀、木、雅 是有很多不同的人在裡面的 這些的人全部我們都可以成為我們的同伴 所以我們在教會裡面並不孤單 但是我們要小心地來挑選 來挑選我們成為好朋友 挑選什麼? 教會裡面金、銀、木、雅 但是裡面有人是用作為眾 有人是用作卑賤 做一些羞恥的事 那些人我們要很小心 那些人我們要很小心 當然不是去歧視、去鄙視 那些人我們要幫助他 不過他可能不是你一起走這條路的人 那些是你要幫、要服侍的人 他不是跟你一起去走的人 今天我們在教會裡面 我們有什麼朋友呢? 你有沒有很小心來挑選這些人呢? 是很重要的 聖經來特別在後面的時候說 他說人約自結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呢? 我們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慾 我們知道自結的時候要這樣 但不只是去停一些東西 我們還要來建立一些東西 那麼建立一些什麼東西呢? 和那清心討告主的人 來追求一些好的東西 屬靈裡面的東西 清心是什麼意思呢? 清心不僅僅是說一些清潔 而是來講專心 在燈山寶份裡面來講 清心的人必得見神 原文裡面是同一個詞語 清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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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心的人 他單單來仰望追求神的人 你要做運動要健康 你不會找一個很喜歡吃一些垃圾食物的人 去跟你做運動的 因為當你做完之後 他會跟你去分享朱古力 分享汽水 分享薯片 做多多都沒用了是不是? 他都不專心的 你會找一個專心的人跟你一起去那樣的 同樣地在屬靈裡面 你回教會你有什麼朋友呢? 你和什麼人一起走這條天路呢? 有沒有來選一個好的人 你和你走呢? 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我們不是很遺疑 回教會 即使你未找到一個好的朋友 但是在聊天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人成為我們的小天使 因為在對話的過程裡面 有些人會說我們近期遇到什麼的事 在遇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怎麼來就依靠神 或者身邊的人會為他祈禱 我們在身邊聽的人 我們就來被提醒 來被幫助 重新調教我們的眼光 原來遇到的事 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轉向神的 所以能夠在群體裡面一起去走 彼此互相地來幫助 我們走這條路 就走得更加容易 因為落單 是很容易來到忘記 很容易來到忘記 討敲的獅子 為什麼明明大聲叫 都還可以來到獵島 不是一定是走得慢 當全群都留在那裡不走的時候 獅子是賣不來的 有沒有看過那些片子呢? 整群在一起的時候 張藥的放在中間 強壯的人在外面 就能夠抵擋那隻獅子 是群體的 所以落單是極危險的 今天我們身邊有沒有人落單呢? 你自己要去落單呢? 求助幫助我們 大戶人家 你回來你就見到了 我們有很多弟兄姊妹在那裡 我真的不太相信 在這麼大群的弟兄姊妹裡面 我們竟然找不到同行的人 有這樣的可能 是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嘗試去找 但是當我們願意的時候 我們一定找到 因為這裡有很多追求聖結的人 可能每一個都覺得自己落單 但是當大家走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原來我們並不孤單 我們從前我們看不見 但是求助幫助我們 今天以後 我們學習多些跟人聊聊天 過程裡面 求助幫我們找到我們同行的人 然後呢 就是 那一天 同一天發生的事 然後那一晚的時候 在吃飯的時候 收到WhatsApp 就是我們去婚禮 那天有幾個在婚禮裡面的人 都陽性 就是感染了 於是我們即時就要自己檢測了 我一檢測就發覺 原來我都中了 我也中了 那沒辦法了 中了就中了 但是感謝主 因為美國加拿大都已經移除了條例 所以我回到來 要不然要在美國多放兩個星期假 這樣就很貴 為了保護別人與自己 所以即使在酒店也戴口罩 連睡覺的時候也戴口罩 因為有員工的 避免他受感染 所以在酒店也戴口罩睡覺 戴口罩睡覺對我來說沒有困難 因為我有鼻敏感 每一年總有幾個星期 在家裡都戴口罩睡覺 所以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過一晚睡覺的時候 發現一件很奇妙的事發生 是什麼呢 我睡不著覺 我呼不著氣 我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是不應該發生的 因為我一向每一年都戴口罩睡覺 所以我知道戴口罩睡覺是怎樣 但是過一晚我竟然睡不到 我窒息的感覺 而那個窒息的感覺是一個什麼的感覺呢 是正正就是我潛水的時候 那個吞不得氣的感覺 我突然間明白一件事 原來恐懼是令我自廢武功 原來沒有鍛鍊是令我可以自廢武功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一件事 原來我有病了 我有病我自己不知道 於是我就來講有很多其他原因 而那些原因可能是真的 但原來真正的原因是因為我有病 我肺根本吸不到足夠的氧氣 所以當我不動的時候就沒事 但當我動的時候就出事 如果當我來到戴口罩有東西封閉的時候 我才明白到我自己原來是有病 《死人》裡面來講人藥自傑是脫離悲賤的事 停止做一些羞恥的事 今天我們很多人可能我們要追求聖結的時候 我們拼命來做熟齡的操練 那些是重要的 但熟齡操練以外 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我有罪的時候 我有沒有來處理呢 當我不處理罪的時候 正如浩仙不斷地說 做運動卻是繼續吃一些不健康的東西的時候 你想怎樣呢 你想怎樣呢 當我們說我們回教會 我們卻是繼續做一些污衛 羞恥的事的時候 你想你的生命是怎樣呢 你想生命是怎樣呢 所以聖經提醒我們 人藥自傑 我們要停止這些罪惡的事 我們做熟齡操練的時候 每一次靈修的時候 我們除了問神的拜領 神的幫助之外 我們自己的罪 又有沒有來處理呢 不僅如此 聖經裡面有說 神要將我們來有分別為聖 神會做這件事 但當神來做的時候 我們聽不聽到呢 神叫我們stop 我們有沒有stop呢 我們連聽都聽不到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對於聖靈有沒有來代敏感呢 求主來幫助我們 我們要對罪來代敏感 當我們對罪不敏感的時候 我們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我記得我自己很多年前 年輕的時候 我們在一個青年的團計裡面做導師 團計裡面 有一次有一個不是很生性的 經常搞搞震的 很多人說 終於受不了了 我們愛心有限度而已 然後就說要怎樣來處理它 然後就跟著我做導師 就過來跟我開會來談 我們談的過程裡面 就好像保羅和巴拿巴一樣 那弟兄姐妹說 我們忍夠了 不行了 那我說不是 我們應該要再來接納對方 來愛他 當然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愛導師 導師的時候當然要聽我講 那大家去 但是最後還是沒有好結果 最後那個弟兄也是不受幫助 都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在過程裡面 日後當我自己來反思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次神來提醒我 你這麼堅持要用這個方法 其實這個方法是否真的好呢 你給機會是否真是一個好的方法呢 不代表不給機會 師妹 千萬不要弄錯這件事 但是這個過程裡面 神來提醒 其實你做導師 你做領袖 當你堅持的時候 道理你是對的 你是對的 不過你對不代表別人是錯的 弟兄姐妹 親愛的朋友 有沒有留意過這件事 你對不代表別人是錯的 你對別人也可以是對的 因為角度不同 立場不同 我們經常覺得自己對別人一定是錯的 聖靈第一次提醒 你對不代表別人是錯的 接著提醒的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你的堅持 雖然你很想建立對方 不過你可能 就是兩個可能 第一 你是要證明自己是對的 一個是自尊心的問題 第二 你在發洩你的情緒 發洩你的怒氣 為什麼你不聽我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 所以神來提醒我 你小心 即使你是對的 不過你裡面還有很多問題 還沒處理 所以先處理自己 處理自己 我會用我的方法 來幫助對方 因為你不懂得處理 但我需要的是你處理自己 所以自此以後 當我處理人際的問題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會問 我有沒有些事情要先處理自己 在我處理別人之前 我要先處理自己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對罪並不清晰 我們只是用聖經的道理來判別一些的東西 但是我是否能夠被神來使用呢 那個是器皿 不是只是單是講道理 是用生命來做出這件事 變態轉性 所以人弱自結不是一個口號 我們實際要來做 不要被恐懼來影響我們 無論我們自身或者環境是怎樣 神有祂的工作 神有簡選 我們要相信神 過程裏面我們要來操練 不只是知要來用 在這個用的過程 我們要讓別人有同行 並且在這個生命裏面 我們來操練的時候 我們要處理自己的罪 要成為領袖 要成為神能夠使用的人弱自結 不單止去做一些聖結的事 並且要脫離悲賤的事 處理我們的罪 處理自己的問題 多點照鏡 不是去化妝 今天我們的生命是怎樣呢 讓我們有一段安靜的時間 我給大家有兩分鐘的時間 神讓我們的生命裏面的工程未完 未完的 神要來得繼續工作 你願意嗎 我們各自的來得回應神 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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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成就奇妙的事 因为 你就是奇妙的神 你给我们是一个奇妙的生命 多谢你 听我们重来祈祷 奉主耶稣得性命而救 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